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11日 又是我Calvin 和大家聊聊馬仔 剛剛禮拜日好像很簡單 不斷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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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說潘頓的座騎是否… 老實說 潘頓的座騎其實真的高一點 負擬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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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 熱得來不是很穩定的 稍後也會說一下 聽我分享我的心水之前 記得訂閱星期二賽馬頻道 留言點Like和Share 記得來我的Facebook Channel和IG 叫KS本地賽馬頻道 有齊各場心水的提示表 事不宜遲立刻說馬仔 首先想跟大家分享 第三場三班千二米 我第一隻行頭的馬就是這隻8號的桃花城 其實這隻桃花城在上季的表現都頗穩定 每次他爺馬追勢 爺馬的姿態和入圍的姿態 其實他這隻馬根本不怕在法律局和你虧位跑 其實他根本就鋪鋪也是虧位跑 爺馬那一場五七八那一場 虧位 當晚其實也是不可能 這樣虧位跑 他虧位輕鬆贏你過半馬位 之後 其實他基本上每一場都是這樣的 拿起他最後二那一場 即是上季七三八六 六月份那一場 他也是虧位的 但入到直路就無謂被人封 但你看到他那個追勢 都是可以追近今季有表現的紅雲飛鷹 其實如果你說這隻馬現在六歲的話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才是大肅大勇的時期 剛剛季初那一場也是 多天都是貼籃和前置比較好 這隻桃花城 又是這樣 蝕住位這樣贏 輕鬆贏你四分三的馬位 跑到現在一隻神之水利基本上都跑了 所以這隻馬這次排多一個三檔 繼續用蔡明少 不知道他會不會省位 其實基本上這隻馬 時位跑就更好 因為我想 我想他這隻馬的平衡力挺好 根本就不怕在發活曲這樣和你時位 所以這隻八號的桃花城 見他大肅大勇 要買到他輸為止 所以 見他上次還這麼輕鬆的話 今次都要擺盤他的銜頭 Winplay 渣渣都沒問題 這隻八號的桃花城 第二隻就選4號 張登傑賽 為什麼會選這一隻呢 你看到他今季跑了兩場 都很沒誠意 尤其是上一場 上一場沿途4碟走 就當是沒跑過 其實我想說就是 蔡壹漢 他上次 他上次也有找張登傑賽 名進曲星那些 都同一日出的 上次剛巧這兩隻都是游了他就算 不知道會不會都是熱身 張登傑賽其實你看到他神貨 其實貨貨都很漂亮 我覺得 今次排回4檔 應該不會虧了吧 找巴道 巴賽組合也有賣贏 其實老實說 這次如果他跑回上季 即是那個騎士金標賽 巴米高那一場的水準呢 他根本在這一組 是夠用的 問題是他用不用呢 我不知道 這次排著4檔 尾巴道 之前游了兩場 這次會不會才是真正去用這隻馬 不知道 但現在你看到他的賠率 大約10倍 就比前兩次有票 最好 那這些馬就最好 就不要那麼懶 其實 這隻張登傑賽如果他跑出水準的話 他是 有機會入到Q的 所以這隻 4號的張登傑賽 都要拖 第三隻 就說 這隻7號的銀量之鋒 其實這隻新馬上季 都 即是怎麼說 都是生生的 今次 你看到他跑了兩場沙田 其實你看到他都是 沒斷做到最快的斷速 今次 轉了來火候谷 會不會短直路適合他追 不敢說 排著二檔 繼續用火雲星 這隻馬都是有機會 入到 反正這隻馬暑假都沒有事雜 今季9月份 跑了一場填草1,200 又跑了一場填草1,000 如果你說當他那兩貨都是雜 如果他 我會覺得他的目標 都是會想 轉過來火候谷才博 所以這隻7號的銀量之鋒 都要拖 最後就選多隻 9號的齊心同行 其實這隻馬 在以前在希斯那裡 我認定他只是 他只是一隻四巴馬 永遠想三巴都不夠跑 但轉了來五盤子馬房之後 我就覺得 這隻馬是有進步的 你看到他其實 今季季初 第一場跑 有 法國高一千 都是三班的賽事 輸給八心之威 都沒什麼好說 輸兩個幾馬位 其實你說看到他上次 其實是上次那一場我覺得他跑得不錯 對中生美麗 就是越準之威那一場 因為他那一場 他的步速是前面慢 後面不斷是比標準更快 證明他那場賽事在慢步速的情況下 把步速拉快 即是把時間拉快 我覺得這隻馬是有進步的 這次可能放雲星要騎那隻銀亮之鋒 你換了潘明輝 有個九檔 我本來想著會不會九檔很難跑呢 但我就看一看 好像都沒什麼放頭馬 只有百心之威放 如果你說九檔 搶前的 他就應該容易泊車泊到進來 你說跑出上次那個水準的話 在今場裡面 暫時這隻馬十倍 我都覺得他是有得爭 所以這隻齊心銅行 看他還未斷纜 都要繼續叫回 所以這場我的推介就是 8號的桃花城 4號的張燈結賽 7號的銀亮之鋒 和9號的齊心銅行 說完第三場 直接說第四場 耳斑1650米 看看有隻馬退出了 1號的電信巴打 如果沒有了電信巴打 這馬就麻煩了 整場賽事的步速 我預計應該是極慢 在步速極慢的情況下 炮1650 找一些會不會有很強的爆發力的馬 我第一隻 選了這隻 2號的 帕林探窩 其實你見到這隻馬本身上季已經展現了他的爆發力是非常之短的 尤其是他泥地那一場 賺了形勢之下 鐵欄地衝贏 其實你見到他上 剛剛季初初出那一場 他也是慢步速的 因為那天電信巴打找潘頓放得很慢 其實你見到他 他入彎的時候已經一早就飛了出去 走著不利路段 那麼慢步速當然也追不到 但如果今次找蘇兆輝三檔 守著好位的話 入到直路貼著這條籃一衝 會不會有機會爆贏其他馬呢 我覺得這隻馬是有機會的 所以這隻帕林探窩要先載他 三檔都好跑的找蘇兆輝 第二隻就選5號的大眾開心 雖然說這隻馬在羅庫船馬房 他今季是初出第一鋒未新 但是如果今場無馬放 他自己找巴道一檔 如果他自己慢放的話 他亦都是 有機會好像電信巴打上次那樣帶到 你見到他 暑假重化的雜誌都試得不錯 所以如果他自己慢放自己一隻走而無馬搞他 他又發達了 所以這隻5號的大眾開心 都要買他 第三隻就選4號的快翼線 其實你見到他今季跑過那兩場 我自己覺得他走勢不太差 初初那場就是跟電信巴打 趙方華 其實都是這一堆馬跑 你見到他都在沿途中間二疊 入到直路 他的追勢是不差的 不是說會落後得很遠 又撻不起 他不是那種 上次 跑千六米田草那一場 找中逸麗騎 其實他那一場 全場 最快就是他 其實他入到直路裸位 也有少少阻滯 其實打開之後 望空之後 隻馬的追勢是持續上前 其實當日他那個 跑到形勢都是放頭好的 老實說 但是如果你說這次 有個二檔 找回潘明輝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他跟潘明輝 就非常之夾當 這次二檔 希望不要太厚 因為他之前都試過守住 Bossett位 就可以衝贏 那一個就是跑千八米 如果你拿回他 剛剛季初跑這兩場的走勢 我當他熱身 這次不要太蝕毀的情況之下 他有機會 都會蓋贏 很多對手的一道 所以這隻 快益線就不要忽略他 第四隻就說回這隻 年年歡呼 始終你說 如果是萬步速情況下的爆發力 他是有的 他上次已經展現了 不斷爆22秒07 但是他上次的走勢 嚴格來說 他也是賺的 因為他 圓蘭上的 但是你看到他圓蘭上的追勢 他又追不過趙芳華那些 還有你會覺得他好像臨到終點有少少腳軟 我不知道是馬腳軟 還是人腳軟的問題 所以 這次 四檔的話 繼續換了蔡明少 我就給多次機會這隻馬 所以這一場 我會買 二號的柏林探鍋 五號的大眾開心 四號的快益線 以及 八號的年年歡呼 如果那隻六號的趙芳華 不是說我不喜歡 但如果你說大熱門 而見到他上次坎坎賣 都入不到Q的話 所以趙芳華 如果大家喜歡的都可以拖回 但如果你說買年人位置Q 我就未必會 遇趙芳華 再跟大家說多次 記得訂閱星期二賽馬頻道 在這段影片的下面 記得留言 Share 還有給個Like 還有 我的Facebook IG Channel KS本地賽馬頻道 希望這條過關輝過到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祝大家好運 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沒錯 聽星期二得道 可能都經 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都會有些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Joutube